- 嗨 大家好 我是崔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的包包戰利品 KINNESS他們家的兩款包包分享 對 我今天會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同樣就是我最近的這些包包的穿搭們 然後都會在今天的那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囉 那就請看今天的影片吧 然後記得要看到最後 因為如果你今天要買這包包的話 就是我的粉絲有給特別的優惠 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然後首先呢 第一款戰利品包包是這一款KINNESS他們家的這一個 夢想紛飛兩用鞋杯波士頓包 然後它是普攻音系列這一款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以前就是有設計包包的背景 我其實對於一個包包拿到的細節其實我非常的在意 以前我們設計的時候我們都要連這種五金啊 這種東西全部都要搭配 這次有看到KINNESS他們家包包 我就特別就是有研究他們家所有的細節 我發現就是非常的精緻 這一款包包它有五個顏色 然後我個人因為最近就是迷戀乾燥玫瑰粉系列的 所以我就拿這一款包包 然後這一個呢 先讓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有那個KINNESS他們家LOGO的金屬這樣子 這一款包包它都會附一個很像普攻音的這個毛球的泵泵球 然後加上這種有一點度假風的織帶 然後這個東西是可以拿下來的喔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想要多變化的話 其實它可以變釣石圈之類的 它是可以拿下來的 掛在可能有地方可以掛的地方 它就可以變成是其他任何的裝飾 那我個人拿到這我跟大家看一下 我其實還蠻注重包包的內裡那些夾層之類的 它是採用防潑水的一個防布的材質 我們很喜歡把我自己啦 是喜歡把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丟在裡面 那如果裡面是那種布面的話 其實會比較容易髒一點 所以說它這個防水的材質基本上就有 使用上面就會比較久比較方便了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很貼心 做了非常多的夾層 女生在找東西的時候也不會覺得說 喔那個包包這樣子撈來撈去啊 撈不到之類的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就是女生可以把每一個東西都放進去 還有拉鍊那一袋欸 我的天啊 反正就是很細心的一個品牌 然後再來就是它連外面還有拉鍊喔 它是這樣可以這樣整個拉起來的 你其實有時候會擔心比較安全的問題 怕人家會手伸進去偷拿的東西幹嘛 它上面的拉鍊就是可以 安全無無 這些小細節都可能是我買包包的重點 所以我也會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心得 跟看包包怎麼樣去選 我今天想不想買這個包包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呢 背帶的部分 等一下大家看穿戴我可以看到 因為我本身的個子並不高 所以說我常常拿到一些背帶的時候 背帶都會過長 但是我覺得它的長度是剛剛好的 它單肩背下來我覺得很好看這個長度 然後你也可以這一款可以做斜背 可以做單肩背 或者是兩邊可以拿掉 做手提的方式都可以 然後還有它的五巾 很有質感的五巾 我覺得光是這些小細節的部分都可以看到 這個品牌的用心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包包的尺寸 因為還蠻多人會問說 這包包到底多重啊 重不重 尺寸是多少 你們可以自己去評估一下 它尺寸是 底下是23公分 高是16公分 旁邊的寬是12公分 然後它還很貼心 在上面還有寫出它的重量是440克 它基本上是非常的輕啦 然後這一款 夢想芬菲 兩用鞋杯 波斯頓包 普攻音系列 我們仔細看上面的紋路喔 它是有一點點就是做 很細緻 仿動物皮革的紋路 它是合成皮革 但它很用心 它選擇一個高級的 壓紋的皮革上去 然後這樣子使用上去 比較不容易就是刮傷 我們指甲 女生容易做指甲或什麼之類的 這基本上它是一個耐刮的表面材質 然後這款包包就是還蠻正典的 推薦給你們 然後我也會跟你們分享 這款包包到底可以放多少的東西進去呢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款背包 然後第二款要開箱的呢 是這一款 就是KINGAS他們家的 樂天星球兩用後背包 然後它是外星大木款 無良的沒錢 對 很像一個外星人 很可愛 然後一樣這個吊飾呢 是可以拿下來的 弄在上面你任何的包包 或者是其他的有的沒有的裝飾 你都可以用這個吊上去 你買這個包包就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這上面有三個顏色 它有黑色有綠色跟蜜桃粉 然後它本身是有挺度的 然後它上面的材質呢 它是用高級的合成皮革 然後上面有這個十字紋的這種紋路 我覺得這種紋路就是還蠻等的 讓包包感覺是比較經典氣質款的 介紹一下加成 前面這個東西呢 它是什麼東西呢 我等一下你們不要尖叫 我跟你講 它可以這樣子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呢 你又多了一個包包 怎麼回事啊 現在生意有這麼難做 一款包包要這麼多 功能才可以就對了 很划算的感覺 然後你看看這款包包 你是像慶豐包 這是背包上面的一個設計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開箱 這個包包本身的本體 到底有多少的加成 首先呢 第一個加成 來前面的小口袋 以前我們在設計包包的時候啊 如果要用裡面這個自己logo布啊 就是要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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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如果一個品牌 它沒有很用心要經營的話 它都不會想要做自己的logo布 因為成本太高了這樣子 所以它的整個的包包裡面 都是用這個手繪愛心的 提花尼龍布做成的這樣子 光是內衣就還蠻厲害的 它連背包都用心要給大家加成 一般背包哪有在給這種加成啊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拉鍊帶 兩邊還有口袋 然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尺寸 它這個底下尺寸的 上面這邊是大概17公分 然後底下寬度是22公分 然後高度呢 是27公分 旁邊的寬度是13公分 我覺得這尺寸真的是可以裝超多東西 而且它的在主就剛剛好 就是像是A4的書啊 或什麼是雷都可以放進去 而且它裡面還有這個 它可以勾住你的錢包 或者是勾住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幫我們這種女生著想 對 因為真的很多這種大包包在買的時候 都會在裡面翻翻翻翻找不到東西 我現在要開這一款 熱天星球兩樣後背包萬星大木款的容量 它到底可以放多少東西呢 這是我平常如果放很多東西的狀態 然後我現在要拿出來總共放多少東西喔 首先鑰匙 一本書我最近在看的書 我的拍照腳架 化妝包 皮膚粉 兩隻手機 它其實還可以再裝喔 可以裝這麼多東西 所以想要大容量的後背包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考慮這一款 然後它的款式也非常的百搭 我現在要開箱的這一款是夢想紛飛 兩用鞋杯波斯丸普攻陰洗碟 讓大家看一下容量可以放多少東西呢 打開來 它的夾層其實非常的清楚 所以說你都可以 把你的東西一目瞭然的放進去 然後我會把這個拉鍊袋放成是我 臨時的化妝包 其實也非常方便 臨時的化妝包 你是愛吃鬼 好我現在拿出來到底可以放多少東西喔 一記本 手機兩隻 兩隻手機 錢包 藥匙 然後一堆唇彩 可以把你平常愛用的唇彩都放在裡面 好囉 不要小看它小小一個包 其實可以放蠻多東西進去的 而且平常逛街這個重量剛剛好 好囉 那我等一下要帶包包一起出門傳達 今天的穿搭是鐵灰色的上衣 其實它算是鐵灰色的會感覺比較中性 但是呢 中間這個地方是一個粉紅色的圖案 所以它其實有平衡掉 然後再來就是搭配裙子 我其實還蠻喜歡穿殺裙 因為我是小個子的女生 所以我覺得每次穿殺裙的時候 都會讓我感覺比例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再搭配這一款包 那這一套呢 我是搭配了樂天星球兩用後背包 所以說像我在穿褲子的時候呢 我就會選擇同色系的穿搭 那衣服的話呢 我喜歡這種帶有一點點有加工感覺的上衣 會比較有特色 包括搭配這款後背包的時候 也可以同樣的帶出流行感 然後這一款後背包呢 我覺得它在雙肩背的時候 其實是兼具了實用跟百搭性的 感覺比較時尚感的話 你也可以用單肩背的方式 會比較帥氣 然後搭配後背包的第二套呢 我搭配了巴黎世家的老霸鞋 那老霸鞋其實今年非常的行 然後有很多的潮流的人都會這樣子做搭配 那因為本身我的身高並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呢 我在搭配這樣的球鞋的時候呢 我會習慣穿比較短的短褲或者是短裙 那這一條短裙呢 它本身的設計是有一點斜邊的設計 然後它上面有一些小鏈條的裝飾 跟Kines的包包這一款也有搭配性 然後全身的顏色呢 這次我就用了黑白再加上紅色 紅色的話我就放在帽子跟鞋子上面一點點的配色 那這款背包包的功能性也非常的足夠 這件衣服它本身是一件棉質整件的一個小洋裝 然後今天的包包呢 我就用這樣的手拿的方式 因為本身我也不會拿太多東西在裡面 然後這顆蹦蹦球呢 是包包上面的蹦蹦球 我就是把它用來放在腰帶的地方 對不對 它這個球其實可以拿下來當成鑰匙圈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用途 我今天穿的本身它是一個一件式的長版的T-shirt 那它底下是接那種紗裙的感覺 這樣有設計感的一件衣服 你單穿就好了 然後底下我是配一雙白色的球鞋 就是在國外旅行啊 你可能沒有要背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你也可以換成這個小包包 我今天的穿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我把這個透明的元素帶進來 可以讓我這件長版的T-shirt 變得非常有腰身之外呢 它也可以帶入正好是流行的元素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Kindex兩款包包的 穿搭分享還有開箱分享 我有幫那個社團的朋友 對爭取到特別的優惠 如果說你們有喜歡Kindex他們家的話 你們可以加我的社團會留言在底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喔 我是崔咪就這樣 好 掰掰 泡沫它可以深入的清潔牙齦溝 帶走有它的物質 然後減少就是牙齦出生